受到原规台风影响 台湾北部已经出现风墙宇宙 气象局预估周一晚间到周二影响最剧烈 但如果12号未达停班标准 还出现强风好雨 举多民众不想冒风雨 前往接种站打疫苗 打电话或是网路改时间之类的 出门不方便嘛 往后应该是比较方便 如果周二雨势大 到底需不需要重新预约 指纹中心强调 要看各地方政府规划决定 双北市这样回应 民众都担心打不到疫苗 第11轮上午开放预约 符合资格对象共117万人 截至下午1点 已完成预约76万人 占比65% 不过台北市在同一天 加开莫德纳二剂预约 开放到68岁以上的民众 但不到一小时 各区接种站显示额满 时升花博接种站 不少长者抱怨太远又不变 北市政府为何不直接说 加开花博者千里迢迢地做节约过去 花博本来就是一个大型的接种场地 较多的量能放在那边 莫德纳二剂到底何时打得到 引发关注 第12轮时辰曝光 莫德纳疫苗将会给7月16号前 打1剂的70岁以下民众打第二剂 加上AZ BNT 从10月18号开始预约 22号开始接种 随着国际疫苗陆续到货 但每一轮开放对象都不一样 民众可提前两天上疫苗平台查询确认 记者谢珍重曹珈人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